大家好 我是平秀林 10月30号的今日评评里 民进党政府最近可以说是弊案爆发 弊案大爆发一方面可能是赖清德针对司法检调 开了绿灯以前不能办的案子 现在都能办了 于是你看到郑文灿被收押而且被起诉 然后在法院里头 这一个行贿的白手套当庭认罪 所以行贿500万这件事情恐怕就是板上钉钉了 郑文灿难逃这一贪污重罪 这一个案子是7年前的案子 这是非常讽刺的 案子压了7年 现在罪证却早水落石出 另外一起台南地检署正在办的 台盐以及台盐绿能的掏空案 那这更是高达掏空国营事业台盐 11亿的重大弊案 那陈启玉前台盐的董事长 也是前高雄市副市长 是陈菊花妈的爱将 也是对民进党来讲 一路根正苗绿的政治明星 当年也是一号人物 从这个学运开始一路 就是民进党的政治养分 所养大的政治人物 那在台盐 台盐绿能 总共勾结了光电业者 土地开发业者 掏空了国营事业台盐 将近11亿 那目前台南地检署 正在办的弊案当中 发现了陈启玉可能收贿 高达7000万以上 那这一个弊案呢 也是多年前的弊案 那在一年半前呢 黄国昌就已经据名检举 案子办了一年半 才终于冒出一点牙 可能就是因为赖清德 针对民进党政治人物的 贪污弊案的确呢 开了一条路 点了一盏灯 所以呢 各地方地检 把这个之前的基案 通通都拿出来 大展身手 而陈启玉这个案子呢 在被台南地检署 侦办 那这么高金额的贪污舞弊 弊案 结果呢 台南地方法院 还居然驳回收押 境件的申请 不过这件事情 是已经抗告成功 台南最高法院 发回耕材 所以台南地方法院 必须再针对 陈启玉等相关的人士 进行是否收押 境件的裁定 那就在这一个重大弊案 终于侦办了 其实也晚了很多 时间 侦办的弊案之后呢 民进党 那消息灵通人士 居然跳出来说 其实在2021年 苏贞昌担任 行政院院长的时候呢 就已经知道 相关的 这一个弊案了 那当时呢 苏贞昌震怒 砍了陈启玉 所以陈启玉 在当年突然请辞了 台沿董事长 是因为苏贞昌 震怒 他是被请辞 而不是请辞 所以在 这个2021年 就是三年前 苏贞昌就已经 注意到这件事情了 不是黄国昌 所说的 一年半前呢 他才检举的弊案 要证明的是 苏贞昌比黄国昌 更早知道这个弊案了 但是不同的是 黄国昌把这个弊案 检举了之后呢 那移送 检掉 真办 希望司法能动起来 虽然仍然是晚了一年半 司法才动起来 但是苏贞昌当年的做法 居然只是震怒砍人 请他离开台沿 这个国营事业 以免这把火呢 会烧到民进党 政府的行政团队 甚至当时的 蔡英文总统的身上 那不过 他却没有把 陈启玉移送法办 那这件事情 跟当年七年前的 郑文燦案 最后呢 不知道在什么样子的 政治压力之下 足足压了七年 是一样的 郑文燦案压了七年 那苏贞昌陈启玉案呢 则是压了三年 那对于这些重大的弊案 民党政府过去 的做法呢 不是吃案 就是压案 那现在是不是 仍然有一些 现在进行事 可能发生弊案的仇庸 在未来还会再 冒出牙来 那赖清德 虽然针对前朝的弊案 看似在进行大清理 但是最近呢 他对于自己人马的 仇庸安排 却也不手软 之前被踢爆的 农业金库董事长 那原本要给 吕正章 那这是赖清德 信任的核心人士 那农业金库呢 当然在台湾的 这整个农业体系来讲 算是非常重要的 金融机构 不过 这个赖清德 打算要任用的 这个吕正章 他的爸爸 他的弟弟 让农业金库 这一个作宝欠债五千万之后 已经畏罪潜逃 就是一个金融逃犯 就是这位差一点点成为农业金库董事长 吕正章的爸爸跟弟弟 那这个事情呢 这个人事安排 在被踢爆之后 喊咖了 所以最后 吕正章 没有去农业金库 担任董事长 不过呢 最近则传出 他 这个要接任的是 台湾金莲的董事长 仍然是 金融行业 那 而台湾金莲的董事长 最主要的工作 这家公司最主要的工作 是要协助金融企业 解决他的不良资产 但吕正章家族 他的爸爸 他的弟弟 本身就是欠债潜逃的金融罪犯 那就是制造不良资产的家族 结果呢 要让吕正章来担任台湾金莲的董事长 这也是一个非常荒谬 而且非常吃相难看的一个人事 仇用安排 但是从农业金库 可以继续转战台湾金莲 持续的安排 代表这一个吕正章的后台 真的是非常的硬 而且呢 都是在金融相关 对于信用要求非常高的 这一个仇用职位上 这个真的可以说是吃相难看 那除了这种大条的钱 不管是陈其玉掏空台盐的11亿 或者是未来吕正章 对于不管是农业金库 或是台湾金莲 有没有上下其手的关系 还有这个郑文灿 针对土地重化变更的 这个未遂的收贿等等 那这是大钱 就是有办法的政治人物 贪大钱 那没想到呢 今天被民众踢爆的是 财政部国税局的抽奖活动 那居然呢 这一个三波抽奖当中 有四个人重复中奖 而且都是中最大奖 那有人中了两支iPhone 那有人中了这一个两台电脑 那有人呢 中了这个饮水机跟Dyson吸尘器 都是这些抽奖活动当中 最大的奖项 那结果居然由四个人重复中大奖 那在这个民众上网查资料之后 觉得这种中奖几率 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 在三次不同的抽奖活动当中呢 居然重复了四个人 中了八个大奖 就是说每个人都中了两个以上的大奖 那财政部说呢 这个抽签是非常的公平公开 现场呢 还有这一个律师见证 绝对不可能造假 那到底是怎么发生 这么离奇的中奖几率 而且还不是某一个特别的幸运儿 这个幸运儿居然是有四个特别的幸运儿 从财政部国税局的抽奖活动 一直到民进党政府的人事酬拥安排的开花结果 那可以看得出来 从小钱到大钱 从基层到高层 那整个国家机器 恐怕是已经贪腐的非常非常的严重了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 在台湾的能源政策 这个贪污是一回事 其实有的时候 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加的严重 那错误的政策在台湾 大家首选一定是能源政策 结果呢 在这个立法院的这个直询当中 民进党政府呢 不承认所谓的废核政策的错误 认为对于能源的自足没有问题 那民众党立委张旗凯问这个状态 回答的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开出条件 只要给他100亿的绿电 那他就会回到台湾来投资 结果呢 就在同时 其实呢 这个执行发生的同时呢 台电正在发送16县市停电的警报 为什么16个县市会同时停电呢 那台电说是误发 那本来是在做台风的测试等等 但是呢 台湾16县市如果会同时停电 最有可能的就是发生了重大的电厂意外 以台湾的这个被载容量率 要同时让16个县市停电 也并不是不可能 那黄仁勋所谓的100亿绿电的 这个门槛要求啊 这个经济部长郭智慧说 没有问题啊 保证可以啊 如果他要100亿绿电的话就给他 那于是大家问说 现在以绿电的这个配比来看 如何能够给黄仁勋100亿的绿电呢 结果郭智慧的回答是 他不会现在马上就要100亿啊 那可以慢慢的规划 那慢慢的规划呢 当然之前郭智慧已经提到 台湾的未来是在太阳能发电 于是也有人算了 要100亿绿电呢 只要拿出1万公顷的农地出来重电啊 应该就可以生出100亿的绿电 那反正这一个所谓的光电绿电的循环 也可以让绿营权贵发大财啊 所以呢 黄仁勋要100亿绿电 民进党政府能拿出1万公顷的农地 那就种出这样子的电 那种出来的电呢 就可以让黄仁勋来这一个台湾进行投资啊 但是呢 以黄仁勋这么厉害精明的 科技产业的领头羊企业家 他会相信民进党政府的鬼话吗 给他100亿绿电 要就给他电了 那这个电能不能够发得出来啊 那短时间之内黄仁勋恐怕不会有信心啊 直接到台湾来投资啊 因为100亿绿电中间啊 能不能够在什么时候到位 能不能够稳定的发电呢 都关乎他自己的企业 能不能够持续的成为世界的领头级的企业 所以呢 也许台湾的民众只能相信啊 这个民进党政府不缺电的 这一张空头支票的保证啊 但是要黄仁勋相信啊 恐怕是非常的困难 以上今天的评评里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